我小时候真的是一张知名大烂嘴 这是倒天前也没人清的那种 现在我这张嘴憋得不错 听起来肯定蛮舒服的 而我本人烂嘴逆袭大眉嘴 只做好了三件事 基本不花钱 而且人人都可以做到 心魔了 第一 少用唇膏 对的 这期视频我不会给你们推荐唇膏 相反的我要劝你们少用唇膏 如果你们跟我小时候一家 涂完唇膏可能一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都不到 你的嘴巴就又干又裂 感觉你的人生没了唇膏 你就活不下去的 真的 我严肃啊 我很严肃 要注意起来 你是不是对唇膏产生了依赖 因为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皮肤结构 是不一样的 你的嘴唇它是一层有 自我保湿能力的粘膜 你就想嘛 你一旦过度去保湿 你这个粘膜这个系统 它就会觉得你这里已经足够湿了 它就不会往这个地方运水了 久而久之嘴巴越涂越干 越干越涂形成恶性循环 这个跟你平时经常舔嘴 然后嘴巴越甜越干越甜越干 其实差不多的一个道理 像我就是规定自己 一天只能用两次唇膏 发现这个嘴巴真的不干了 而且我换季的时候 嘴巴也不起唇咽了 真的是神了 晚上用唇膏的时候 我还会一个小方法 我会在涂眼霜的时候 顺便把眼霜带到我的嘴巴 因为眼周也是没有皮质线的 眼霜一般的分包性会很强 所以说你涂嘴唇的效果会非常好 而且你们要知道 大牌出眼霜 它们都是眼唇霜一起出的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在嘴巴上薄薄涂一层眼霜以后 再涂唇膏 这个效果非常强 比你用什么唇膜都效果好 第二补充B2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 我会定时补充维生素币 我就吃那种几块钱 最便宜那种 B2这个东西 它就是管你前面后面的粘膜的 后面那个不方便自己讲 但是你们都知道 那个粘膜很重要 而且B2很安全 因为这个玩意儿 我们身体会吸收我们自己需要的 多余的它会随意要一排出来 明白 第三个可能你们见怪不怪 但是你们真的很难做到的 就是真的 多喝水吧 我每天雷打不动 一定会保底两身水 一定一定 如果说我的漂亮一半 来自于我爸妈 其余一半就是来自于喝水 你的新陈代谢高 身体储水能力又变强了 嘴巴自然 喷润漂亮 唇纹都没得了 你想不嫩都难 指导的人 现在给我喝 你别的可以不信我 你看着我就这样没嘴 你们看两秒 我那张嘴真挺漂亮的